粪便 它是百病之源 这点是无可争议的 就拿我们的家庭来说 这个垃圾 如果长时间不清楚的话 它就便因为腐化 而生出许多病菌 来危害人类 同样 在人体中的垃圾 如果不逐日排除 扫尽 也会令人头昏脑胀 浮满胃质 肚子里都是满的 大肚子 然后消化不良 吃不进东西 这个病情 便是医学上所说的 食物 自身慢性中毒 所以人体中的肺股 有泛尿 汗 二氧化碳 其中以粪便的危害 是最大的 大肠 专门 收集粪便的垃圾箱 若不及时按日的清除 任其堆积腐化 便会产生毒素 变成慢性疾病的生产工厂 所谓的感冒 头痛 气喘 发热 乃至高血压 糖尿病 癌症 神经瘦弱等等 它都是这样发生的 所以 在我们的中西医 都是便秘 为百病的根源 所以呢 要想治病 首先要把 这个 我们体内的素便 就是肠内的垃圾 要清除 但是呢 素便 却不是灌肠 或者富士歇药 可以清除 干净的 只有 食性断食 才可以 断食 它就是做一次 全身的大扫除 对我们的人体 彻底清早 这才能有效 比如说 断食一星期 素便呢 就会被 完全排除 排除最少的 比如说 老外边人来说 这个黑色的 分别是黑色 几臭无比 最少的 你要是360克 最多的 达到1800克 就是达到4斤 这个程度 最少的 要有半斤左右 就是在我们肠胃 肌内积累的 这些废物 所以当肠胃啊 它清除干净之后 不但增加了 肠胃的吸收能力 而且使消化系统啊 工作效率提高了 营养吸收 跟着旺盛起来了 那这样一来 疾病自然就痊愈 身体呢 变这个越来越强壮 我们知道 我们的身体 是由大概6000亿个细胞 组成的 所以每个细胞 它都有 吸收和排泄肺部的功能 它是细胞自身的 但如果这种机能遭受这个阻碍以后 这个细胞啊 就会退化衰弱了 同时呢 靠着细胞所构造的各种器官 它也随着退化了 也就随着衰弱了 所以啊 有一个诺贝尔奖的这个博士 它就认识到 如果要检验体内细胞 割器官是否衰老 那只需查验细胞 供给营养 与排泄肺部的功能 这些便可以了解了 所以它把一个机干呢 浸在这个 有营养的液体里 这个液体呢 是可以供给营养数据 又可以排除这个肺部的 所以这片机干呢 它在这个营养液量 生存了34年 一点也没坏 所以我们如果 日常把细胞的废物除去 又讲细胞的营养 补充无缺 那我们的寿命呢 就可以达到不可知的年龄 反过来说 如果细胞里的液体 尝试充满废物 寿命自然的就缩短了 所以引起疾病 的微生物啊 有细菌和病毒 我们知道 生物的生存条件 是空气 食物和水 这三者缺一不可 对任何生物都是 这个新菌和病毒也是 那断食疗法呢 正是断绝 病菌的食物补给 这个病菌的体积微小啊 显微镜要放大万倍以上 才能看见 因此啊 它的生命力呢 要比人体的生命力 那是不是 是千万倍不止啊 所以呢 这些让人谈唬色变的 什么肺解核菌 如果我们把肺解核菌 放在这个太阳光下暴晒 十分钟内 完全死亡 所以同样的 病菌寄生在人体内 如果断绝它的补给 它五六天 也会个个全部都饿死 所以医学界啊 对于微生物 所进行的战争 它也不像三十年前的 抗生素刚卫视的时候 那么过关 所以一种微生物 刚刚受到这个截止 那种呢 突变的病原体验 会取而代之 所以病菌 它总是一会儿 烧不进 成分吹油声 它就是不断的变异 那唯一 彻底消灭它们的办法 那只有断绝食原 把这些细菌病毒饿死 那断食疗法呢 就是在一定的期间内 停止一切营养补给 让体内的这个病细胞 它无法生存 然后呢 又体验 讲这些崩溃的病细胞 和体内的其他毒素 以及日记月累的腐败的素变 一起排泄出来 是吧 断食以后 你比如说我 那我就从这个皮肤上 就深深不洗澡啊 臭啊 是吧 发一种的汗出的这种臭味 所以说断食的时候总洗澡啊 然后排那素变啊 还有舌胎啊 身上传入器呢 都是臭的 所以身体内呢 在断食的时候 它就是进行 全身的进行手术 每一个微小的细胞啊 它都在进行手术 所以在这同时呢 依靠人体本身的自然 啊